好 4月欢乐儿童月花莲市立图书馆儿童分馆 从4月1号开始呢 特别是以儿童节作为主题 结合了馆藏以及便装区服饰 办理扭蛋器及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要陪伴小朋友在快乐当中学习 欢度不一样的儿童节 花莲市立图书馆准备了超过100份的儿童节礼物 要送给爱阅读的小朋友 从4月1号开始只要12岁以下 到儿童馆借阅8本书以上 就可以参加欢乐儿童节扭蛋器抽奖活动 让孩子们借书之余 又可以开心获得一份儿童节礼物 那我们在这次花莲市立图书馆的部分 有一系列的课程 有说故事的一个有趣的课程 那还有我们科学的课程 有关空气动力的部分 那还有市场职人的一个课程 那还有美术课程 那当然也有配合全中印 我们在儿童这边也开放了 蛮多的一个电影 电影欣赏的一个桥段 跟时段 那我们不外乎也是希望 孩子们在儿童节这段时间 还有我们花莲为了配合全中印 所放假的时间 都能够有满满的一些课程系列 能够让孩子能够满足 也可以让家长放心的把孩子放在 我们仕途里面去学习 那也可以让孩子在这段时间里面不会无聊 那在此后 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跟所有的家长报告 在4月1号开始 我们在试图只要孩子12岁以下 借满8本书就可以玩一下扭蛋机 里面有各式各样丰富的奖品 那我们送完为止 那也欢迎所有的家长 能够带孩子来这边借书 然后也让自己丰富更多的知识 那么在此要预祝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在儿童节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幸福美满 花莲市长薇嘉仙表示 让孩子爱上阅读 乐在写作 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到图书馆阅读体验 共同感染儿童节的欢乐气氛 而图书馆长陈怡林也表示 儿童节的系列活动将一路欢乐到4月底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花莲市立图书馆 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 自己在阅表面的人